接下来我们有请的这位小伙他说了 来全程热恋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找对象 那都是 耍流氓 那这小伙是说谁呢这话 里边暗有所指 等会儿来听听小伙的解释 好吗 来 掌声有请小伙 全程热恋 大家好 我叫郭喜春 来自辽宁海城 我的爱情宣传是 青春年华容易老 对象可得赶紧找 你好 喜春 你好 赶紧 我来看一下这场 上场就把15号的灯灭了 灭我灯行 送给我个赶明张卡呀 光贵 你得提醒自己 你该找对象了 你该成家了 不能一直在这站着 我也有个东西 回头我要回送他 我送给他一个背带 披在他身上 背带是单 绅是绅 送给个单绅 那你们俩正好能结合了 一个光棍 一个单绅 你说这俩是不是成了 是不是 考虑考虑啊 考虑考虑 好 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 我叫郭喜春 今年28岁 我老家是海城西柳的 现在是一个木匠 都说男人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但是我不 我现在人生最最主要的 工作只有一个 就是找对象 要说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因为叔叔已经到这了 男人的青春也是有限的 到了35岁 各项技能开始下降 所以我必须得抓紧了 为了抓紧找对象 我四处找人介绍 比如说 刮大白的阿姨啊 喷辱七的叔叔啊 上十岛县的哥哥呀 还有上李时的弟弟呀 见谁我都得问一嘴 让他们帮我啥吗小丫头 为了抓紧找对象 只要有相亲 我马上就跟公团请假 不给假那我就不干了 为了抓紧找对象啊 平时花钱贼仔细的我 相亲时花钱绝对不手软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我一年相亲最多40次 只是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但是我看节目 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有的人上节目 从头战斗尾 你是来找对象的 还是来出名的 你粉丝再多再出名 哪有找个对象 牵手回家过日子来的实在 所以我认为 不以牵手为目的的上节目 都是少流氓 亲好 蔡春莉 我想问那个小伙儿 为什么相亲这么多次 一次都没有成功 因为啊 以前的性格比较内向 不爱说话 女孩嘛 在我们那边女孩都喜欢 外向那孩 嘴巴滑的点的 那比较招女孩喜欢 而我的性格内向嘛 就不怎么讨女孩喜欢 所以相亲的成功率就很低 40次 你20次的时候 其实你就应该改一下自己这个 内向这个性格啊 但你这不是说改就能改的 性格使然的这个东西 一年相40次 一年才52周 相当于一周相一个 那跟全人练的频率也差不多了 全人练周波嘛 一周相一次对不对 对 差不多 对对 然后赶上什么十一春节黄金周 再歇一下 对 这个频率可真不低啊 那就怎么一个都没成呢 性格不合适啊 人家喜欢那个 说话比较滑的一些 而我不行啊 不怎么会讨女孩喜欢呢 你看 也不是所有姑娘 都喜欢说话滑的吧 但是要是相亲的话 就是对方要是能说会道的 还是会加分的 会表达 对 因为相亲是我也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只能通过第一印象 就两个人交流才会加分 确实是